这个四百斤的胖子正和皇帝跳得欢 在场其他人却紧张得瑟瑟发抖 因为他眼神里明明充满杀戏 皇帝却毫无察觉 根本不相信胖子会背叛自己 而胖子转眼就起兵造反了 这一反 连他自己都想不到 这样会害死三千万人 包括他自己 胖子叫安禄山 这场叛乱就是安死之乱 唐朝的这次叛乱很奇怪 它不像别的朝代 往往发生在王朝衰落后期 安死之乱是发生在唐朝中期 并且是最鼎盛时期 为什么唐朝在最强盛的时候 会爆发叛乱呢 朝廷还险些压不住 安禄山是怎么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 变得如此强大的 今天我们聊一聊 是谁养肥了安禄山 我们简单说一下 安死之乱是怎么回事 安禄山 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胡人 被唐玄中看上 升他当官 唐玄中晚年沉迷于纸醉精迷 搞得朝政乌烟脏气 于是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发动了叛乱 但细细一琢磨 其实有些疑点 比如说 唐玄中为啥会看出这个安禄山呢 光是因为喜欢他吗 安禄山怎么就敢造反呢 而且 叛乱爆发的时候 安禄山打的是 讨伐杨国中的旗号 杨国中是杨贵妃的哥哥 叛乱怎么和他扯上关系的呢 这期间有三个关键人物 影响了安禄山 第一个是唐玄中 唐玄中李隆基这个人 十分热衷于开疆拓土 而要开疆拓土就得打仗 就得启动战争机器 机器天然会追求高效率 为了满足唐朝的扩张政策 李隆基决定把一些制度改一改 唐朝初期采用的是府兵制 全国设600多个军府 每个府管1000左右个兵 士兵平时务农 农贤是训练 有战士就上战场 像武器麻痹什么的 都得自己负责 好处是可以分战利品 府兵制能大大节省军费 这早期运转的还不错 但是随着唐朝向外扩张 府兵制就不那么适用了 因为越往前推进了 前线离军府就越来越远 军匪也跟着大涨 而战后还得回到所属的军府 这个过程太麻烦 那干嘛不在前线设立新的军府呢 设不了 因为府兵制的基础是土地 唐朝前线深入草原和西域 适合耕种的土地太少 根本没办法长期驻扎 到了唐玄宗时期 府兵制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由于李隆基扩张的太快 军府的费用跟不上 再加上土地兼并 很多府兵的地都被有钱人占了 他们只能逃跑 于是李隆基索性停留府兵制 就是国家来给军项 招募士兵当职业军人 也不用乌龙 这样就可以专心训练 战斗你杠杠了 但牧兵制有个大问题 就是容易自身军阀 为什么呢 因为在府兵制度下 将领和士兵平时是分开的 无法培养感情 将领不容易把军队私人化 可是在牧兵制下 士兵成了职业军人 长期和将领混在一起 那么将领就很容易发展成军阀 唐玄宗为了提高扩张效率 最后连发军想多些麻烦 干脆让藩镇自己管理地方财政 自己收税自己化 这事提高了效率 但问题也出来了 藩镇手里既有兵又有钱 就很容易割据一方 但唐玄宗觉得没问题 他自认为政治手腕强 能轻松拿捏这些藩镇 可事情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藩镇逐渐做大 开始慢慢不听中央指挥了 比如安禄山 唐玄宗在全国设了九个节度史 河北那片有两个 分别叫范阳节度史和贫禄节度史 范阳就是现在的北京附近 贫禄则在辽宁和河北的边缘 安禄山就是从贫禄起家的 安禄山这个人 一听名字就不像是个汉人 确实当时的河北 本来是以汉人为主的 但逐渐开始胡话 怎么回事呢 唐玄宗开元年间 打败了东突厥 突厥人向唐朝投降 唐玄宗采取怀柔政策 把这望人安顿在河北地区 结果短短二十年 河北这一代 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了 如果派个汉人来这里当节度史 那交流起来都费劲 别说管理了 最好让当地人自己管理 于是安禄山登场了 安禄山出生在银州 就是现在河北辽宁交界那一代 她的母亲是突厥人 没结婚就把她生下来了 起名为杂洛山 至于她的生父是谁 不知道 有人说可能是中央的苏特人 后来她妈嫁给一个姓安的人 于是她也就跟着姓安了 改名为禄山 在突厥语中是光明的意思 所以她是个混血儿 从小在河北长大 传说她会六门语言 是个语言天才 长大后她在银州 给过路的商人当翻译 做点中介生意 勉强维持生计 这段经历让她见到不少世面 也培养了她揣摩人心的能力 安禄山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是当时的河北首将张手规 有一会儿 安禄山偷了张手规的痒 结果被抓住 张手规本来要把她打死 可这小子嘴巴利索 一嘴胡扯 你们不是想要消灭气弹吗 为啥要打死我这样的好汉呢 张手规觉得挺稀奇的 看她又健壮了 就心软放了她 把她留在身边 安禄山抓住机会 立下不少功劳 被张手规收养为义子 有一次 安禄山得到一个极好的差事 张手规派她去长安送文件 她第一次见到了唐玄仲 安禄山激动坏了 将从小混社会的那些本事 全部发挥出来 说话做事特别走心 尤其会拍马屁 给唐玄仲留下深刻印象 之后 每次唐玄仲派人去幽州 安禄山总是拼命的送礼巴结 这些死者回去之后 就在唐玄仲面前夸安禄山 说她如何了得 是个人才 于是安禄山就一路飙升 到了开元29年 她已经成了贫禄节度使 而贫禄的核心地区 正是她的故乡淫州 当唐玄仲为了对外扩张 想找个当地了解情况的人 来管理藩镇的时候 安禄山就成了最佳人选 而且她看上去还挺忠诚的 时不时的装傻充愣 有一次见到太子 她竟然不行礼 旁边人提醒说快行礼 她却说 太子是什么官 我只知道皇上 很高兴就更加信任安禄山了 后来甚至让她当了 杨贵妃的养子 要知道杨贵妃可是 比安禄山还小16岁呢 所以安禄山一路飞升了 是唐玄仲的扩张策略 给了她机会 那安禄山是怎么进一步崛起的呢 她现在当上贫禄节度时了 但实力还远远不够大 这时候来的第二个关键人 宰相李宁府 李宁府这个人 人品不咋地 但搞政治还是有两把刷子 她跟安禄山判断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得说 唐朝一个很特殊的制度 初将入相 这个词我们经常在戏台上看见 左边是初将 右边是入相 作为演员上下场的门 这个成语就是出自唐朝这个时候 为了满足对外扩张 朝廷规定 文官也可以去当武将 只要立相的战功 还能回朝担任宰相 比如说开元年纪的名称张家珍 最开始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了官 然后在边境指挥军队 接着又回来朝廷当了宰相 初将入相的制度 就是为了让文官和武将之间 可以互相转换 然而李宁甫决定打破这个规矩 他对唐玄宗说 咱们多用一些出身底层的人 和胡人去当武将吧 胡人没什么政治背景 不容易串通内外 而且胡人在战场上很勇猛 经验也丰富 唐玄宗采烂了他的建议 于是唐朝就引现了 很多少数民族的名将 比如高歌迷人高先知 还有突厥人戈书汉 至于李宁甫这个建议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有私心 因为武将立下战功 就有可能今生为宰相 而唐玄宗又特别这种对话扩张 那么立功的机会自然不少 这对李宁甫就是潜在的威胁 而他主张用底层人和胡人为武将 就是看中的底层人没什么背景 胡人文化水平低的特点 他们成为宰相的可能性不高 不会威胁到李宁甫的权位 但政治家的个人目标 和国家政治目标常常交织在一起 你很难说他是不是因为私心 因为李宁甫的建议 也能够遏制利益集团争夺军权 唐朝虽然搞得科学制度 但氏族力量依然庞大 他们通过家族联姻和政治交换 形成利益集团 在出家入巷的制度下 他们就有机会插手军权 而且在唐玄宗搞了木兵制之后 不仅仅在河北 还在全国设了一堆节度使 于是一些大户官员就两头跑 既在朝廷混 又在地方当节度使 搞得有点小王国的意思 比如在四川 靠近云南有个南兆政权 唐玄宗设了个建南节度使 建南就是四川建格以南的地区 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 出生于红农杨家氏族 又是唐玄宗的小舅子 全是不小 他一边在朝廷上混个官 一边兼任建南节度使 发展自己的势力 像这样的情况还很多 唐朝军队内部 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李宁府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也和他的身份有关 他是唐朝皇室成员 他的曾祖父是唐高祖李渊的唐帝 所以相比那些别有用心的氏族 李宁府的个人目标 和国家利益更加一致 在他看来 寒门子弟不会混在一起搞小团体 胡人头脑简单 让他们管理军队就比较放心 李宁府看了一圈 发现安禄山这小子挺顺眼 这小伙儿龙眉大眼的 一副人出无害的样子 又没什么背景 典型的大头兵 一定好操控 于是在李宁府的扶持下 安禄山一路飙升 从贫奴节度使 变成了身兼贫奴 范阳和河东三个范阵的节度使 安禄山一个人管制三片地 等于他牢牢掌握了整个华北地区 当然了 李宁府也不是傻乎乎的放任安禄山 为了控制他 也用了不少心事 一开始 安禄山对李宁府并不太恭敬 因为他眼里只有皇帝 连太子都不认 后来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按规矩要进攻见皇帝 李宁府就特意安排 安禄山和王虹一起进攻 王虹也是御史大夫 安禄山和王虹之前认识 觉得王虹很牛 对他很敬佩 进了宫 李宁府一本正经的 叫王虹上前行李 王虹连忙小碎步走上去 恭敬了王腰行李 安禄山见他这么恭敬了 也赶忙跟着王腰行李 后来李宁府经常约安禄山谈事 每次谈话 总是准确拿捏住安禄山的心事 安禄山觉得宰相大人 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 心里更加敬畏了 有一年冬天 安禄山和李宁府聊天 紧张得满头大汗 李宁府恶话不说 脱下自己的袍子 给安禄山披上 搞得安禄山更紧张了 回来营地之后 安禄山还是怕得不行 总是派心腹去长安打听消息 每次心腹回来 安禄山都迫不及待地问 李宁府说什么呢 要是说的好话 安禄山就高兴地跳起来 如果李宁府批评了一下 安禄山就愁眉苦脸地说 哎呀 我完了 这些都被李宁府看在眼里 他觉得这个老实人 已经被自己牢牢掌握在手里 就渐渐放下心了 但这却埋下了一个隐患 让表面老实的安禄山 越来越强大 强大到能够对抗中央了 这时候 安禄山手下有18万进兵 而大唐朝廷手上的兵力 还不到8万 为什么中央军这么少呢 因为频繁的对外扩张 消耗了中央不少实力 唐玄泽为了往外扩张 把大部分的军队都放在边境 中央军区少得可怜 结果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军事布局 唐玄泽晚期 边境地区的军队总数达到49万 而中央军区只有13万多 李宁府死了之后 杨国中接任展相 他手底下的中央军案又损失了一半 为什么 因为他发兵攻打了南兆 杨国中这个人 学问岔 品行也不怎么样 家人都看不起他 甚至连安禄山都瞧不起他 有一次杨国中开玩笑地对安禄山说 你这个文盲还敢看不起我 其实我们俩都差不多 安禄山心里暗这么 谁他妈跟你一样 幼稚 你看 连安禄山都瞧不起杨国中 那些士大夫肯定更看不起了 所以杨国中就急着要建立威望 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想着 反正妹夫喜欢打仗 那我要是有了战功 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好 打谁呢 北方的游牧民族太猛了 惹不起 南方倒是有个理想的目标 就是南兆 南兆在现在的云南地区 只有汉人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 杨国中觉得这里容易对付 可以劳一些功劳 其实在他当宰相之前一年 就派军队打过南兆 结果士兵们深入云南 因为不适应环境 被南兆打得大败 杨国中觉得上车是准备不足 这次都准备充分的在动手 于是他在长安 洛阳 河南河北一带募兵 可老百姓听说要去云南打仗 都不愿意 杨国中就下令抓壮丁 硬押到老百姓上战场 这一段还被诗人白居玉写进了诗里 叫兴风择壁翁 诗里说 陕西兴风县有一位老人 88岁了 断了一条胳膊 有人问他 你的胳膊是怎么断的 他说 那年宰相杨国中要征兵打南兆 全村人都哭了 听说南兆有一条叫卤水的河 河里有胀气 士兵过河的时候 很容易死在水里 我那年24岁 正是当兵的年纪 怎么办呢 我就趁夜里用石头砸断了 自己的一条胳膊 真兵的时候 他们看我拉不开弓 举不起棋 就放过了我 从那以后 我这条断掉的胳膊 每逢阴雨天都疼得要死 整夜都睡不好觉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 因为毕竟保住了一条命 否则 我早就成了毒水里的骨头了 白居最后借这位老人这口写道 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 不赏边宫防独武 又不闻天保宰相杨国忠 欲求恩信地边宫 就是说 开元年间的宰相宋锦 不奖赏边疆军功 是为了防止穷兵独武 而天保年间的宰相杨国忠 为了讨好皇帝 拼命追求军功 结果导致民怨沸腾 这次杨国忠打南兆的结果 仍然大败 并且损失惨重 千万大军在南兆国度 太和城外全军覆没 这一拜透支了唐朝的国力 也导致朝廷威信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候 北方的安禄山 冷眼旁观事态的变化 他心里盘算着 我已经管着三个藩镇了 麾下有十八万金兵抢架 可我已经没有升官的机会了 出家入相的门 早就被李宁府关上了 想当初 皇上都考虑过让我当宰相 结果让杨国忠插了一脚 现在他吃了败仗 我是不是可以趁机会回他一脚呢 但还没等安禄山动手 杨国忠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想出一条毒计 对唐玄冲说 我看安禄山有反心 要不你把他招到京城来 他要是敢来 就说明没事 他要是不敢来 那就是心虚 我们就把他抓了 杨国忠堵的是安禄山不敢来 但安禄山居然来了 到京城之后 还向皇帝委屈诉苦 说杨国忠冤枉他 杨国忠很尴尬 在安禄山离开之后 一气之下 把他在长安的府里给抄了 到这里 两人的关系就已经四从水火了 那你说安禄山会怎么下 他一看 自己手上的军队比朝廷还多 朝廷又刚刚激励了一场大败 杨国忠还步步紧逼 眼见前途一片暗淡了 反不反都要被逼死 那就反吧 狗日的杨国忠说我叛乱 哼 失败了才叫叛乱 成功的就是革命好吗 于是就在杨国忠战败南朝后的第二年 安禄山打出奉旨讨伐立贼杨国忠的旗号 发兵清军策 他的小弟十四名跟着仓伙 最终引发了安禄之乱 所以到底是谁养费了安禄山呢 首先 根本原因是唐朝的对外扩张政策 为了加快战争机器的效率 唐玄中放弃辅兵制 采用募兵制 为军阀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并且还给边境藩政独立的财政权 更加助长了藩政的实力 安禄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冒头的 他也跨文化背景 途生途挡于多民族的河北地区 当他被任命为平都节度使的内克 就开始了崛起之路 其次 朝廷的对外扩张政策 让军队内部行政了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 这才让宰相李宁福考虑 启用文化水平低的湖人担任将领 给了安禄山做大的机会 安禄山就从平都节度使 发展成为山政节度使 实力迅速增强 再也就是 朝廷盲目扩张 导致实力下降和威信扫进 唐玄中将大部分军队调往边境 中央军力不足 而杨国中攻打南昭战败 又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和威望 本来安禄两人就有矛盾 安史中的爆发英联化 安禄山被儿子所杀 之后又持续了六年大乱 给唐朝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对后来的影响也是很深远 关于这次判断的细节和深远影响 我们后面再和大家详细来讲 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点赞关注 我是大理石凯旋门 咱们下期再见